这是江西贵西的同学 他有四个问题 他说我们贵西市佛教居士林 遵照老法师教导 每天念佛 天经十二个小时以上 但有许多居士需要延伸健网 我们镇经贵林长 一日在念佛堂打坐回向之时 竟有无数亡灵排成队伍跪在佛前 另有三位庄严向好的女菩萨 对镇居士说超度还是需要的 此境界是否可信 每日念佛堂回向 是否可以代替其余法寺 是否可以接受心中钱财 并涉力排位当次价钱 而念佛堂里面 可以附带超见亡灵 不举行任何仪式 就是念佛回向 往年应光大使 在苏州 这个林严山寺 他老人家就是这个做法 可以代排位 但是最好不要收钱 收钱的毛病 很多进口门店是避免 供养是随意 绝定不勉强 一定要是这个定出价钱 不好 这是批凡如来 不如法 那么你这个 那么你这个 居士林是居士道场 只要是正法道场 洪法立身是需要用金钱的 道场里面可以放一个 这个富田乡 一般叫功德乡 那不是功德 叫富田乡 广众富田 大家到这里是随意 绝不再丝毫勉强 供养道场 帮助做洪法立身的事业 这个可以 感谢观看